家里有孩子不爱吃蔬菜,你就这样做成蔬菜饼,一大锅都不够吃的 准备好的包菜切去根部,然后对半切开,这样更容易清洗 放到大碗里,加入清水浸泡五分钟 洗净去别的土豆先切成片,再切成洗丝 胡萝卜也同样切成洗丝 切好后一块放到大碗里,浸泡好的包菜清洗干净 包菜在切的时候尽量切得细一些,切好后放到大碗里 加入多一些的葱花增加香味,打入两个鸡蛋,加入食盐和五香粉 用筷子搅拌均匀 少量多次的加入面粉 每加入一次搅匀之后再加入干面粉 不用加太多的面粉,像这样的薄薄的裹上一层就行了 电饼铛提前预热刷油 把调好的蔬菜糊倒入 用铲子把蔬菜糊摊平 上面刷一层食用油锁出水分 再撒一层黑芝麻增加香味 盖上盖子 捞至两分钟左右 加入盘子翻个面 另一面也捞至两分钟左右 做法非常的简单 只用几分钟 就能做出一锅营养又好吃的蔬菜饼 又酥又香 里面都是满满的蔬菜 没有放过来的调料 吃着很健康 家里挑食的孩子一定要是肉蔬菜饼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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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